不伤感情 你有一个风水小秘法 可以谈到不伤感情 是的 有好多人结了婚才知道 原来婚后柴米油盐酱煮茶都是钱 除了这个之外 房贷车贷要钱 小孩子的学费教育费要钱 红包白包甚至于送礼 这些都是钱 所以家里的财政经济 往往都是夫妻吵架很大的 一个原因 那严重的话 有的夫妻都是为了钱而吵架而离婚 这个是经济 是每个家庭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那大家不妨去检视一下 你的居家或是你的办公桌 你的办公室是不是有粮煞的问题 因为压粮煞是我们居家 最常见的一个风水的煞气 那如果居家的风水当中 粮煞出现位置的不同 它会造成你不同的破财 那这里老师特别举了几个最常见到的一个粮煞所在的位置 大家不妨看看你们家的粮是不是就在这个位置上面 第一个如果是客厅有粮煞 也就是说你坐在你客厅刚好有一个大粮横灌过去 或是你坐在沙发上面头顶上面就有一个压粮煞 那这个压粮煞会影响全家的经济 让你净财有困难赚不到钱 那如果说厨房有粮煞 也就是说刚好有一个大粮在瓦斯炉上面 这个就会造成你破财不断 而且等于是财库破损 因为在风水来讲这个厨房是女人的财户之一 那如果说刚好卧房有一个粮煞 这个卧房你睡的位置上面 不管是头顶上面有一个粮 或是刚好压在你身上有一个粮 你的身心会有疾病 你的钱破财大部分都是花在看病上面 如果说办公室有粮煞 也说你的办公桌上面有一个大粮 或是你坐在大粮的下面 都代表你工作的压力很大 然后效率很差 甚至于做了个半天公归别人过归自己 但是粮煞它就是存在 怎么办呢 所以别担心 其实大家都知道粮煞除了可以靠水晶柱 来化解之外 老师特别也推荐大家 照亮财运的风水小秘法 推荐大家用这款金字塔造型的水晶灯 因为它是一个三角形的造型 它其实跟水晶柱一样 它上面的顶端 它也可以把粮煞的煞气给顶回去 是 但是这个水晶塔 它必须搭配吉祥的开运元素在里头 它才能够达到开运的一个效果 那大家一起来看 这个水晶塔 它有立体浮雕的三大开运元素在里头 第一个它中间就是 它的主体是一个纳财的葫芦 有没有看到 是 这个葫芦呢 它可以帮我们化解风水当中 不良的煞气 甚至于它可以化煞为财 加上这个葫芦的底 它有一袋满满的金钱 就形成了代代有钱的 寒意在里头 有没有看到 在这个地方 还有呢 这个皮修坐镇在这个上面 皮修大家都知道 它其实它是一个吸金的神兽 它能够快速地帮我们把钱 给吸到家里面来 所以皮修坐镇在上面的话 它是能够强化 让我们的财户不受到破损 甚至于化解掉破财的问题 那第二个元素 在这个葫芦的旁边 有皇财神的星咒 雕刻在这个上面 那葫芦被皇财神的星咒 给包围了 就摆脱了你漏财的一个窘境 那么第三个元素 在这个葫芦的底座 它有六字大明咒 在这个地方 六字大明咒 是观音菩萨愿力 跟加持的一个结晶 它绝对有不可失忆的功德在里头 那大明咒 它正守着葫芦底的话 整个水晶塔从下到上 它都能够化解掉 家里所有的障碍 来兴望我们的家运 那这样的一个水晶塔的摆建 它其实就是让我们家里的钱 才能够聚沙成塔 那除了这三大元素在里头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水晶灯 下面有灯光 哇 我们可以把灯源给打开 然后放在客厅 我们都说嘛 放在客厅的名材位也可以 或是放在玄关的位置也可以 好美喔 因为它有光能的关系 它除了帮我们破除阴煞之外 而且还能够强化 我们居家的一个磁场 其实这个三角形 它就好像一个人在打坐一样 好稳喔 对 坐在那里 它最能够接受 接受天地之间的一个能量 其实这个小密法 它最能够帮助夫妻之间 彼此当自己的一个神队友 摆脱家庭经济的一个压力困顿 夫妻之间就再也不要为了钱而伤干 请问 其实很简单 大家不妨试试看 谢谢大家